哈嘍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回來我們的虛實世界模組包生存 好的 上一集最後做出了這麼一個東西 欸是上一集嗎 因為我去挖礦挖了好久 已經有點 那個時間有點錯亂了 挖礦挖了非常的久 大家請看這個稿子都已經變成 耐久度都只剩下這個樣子啦 雖然還有另外一把稿子可以繼續用 不過我想那個挖礦我就先挖到 這裡就好 另外呢 我也去地獄那一邊 我之前不是用地獄然後去蒐集那個瑪納能量嗎 然後原本那一攤小小攤的已經被我弄完了 所以我到下面超大一攤那邊把他弄起來了 我們等一下過去那邊再看一下 因為可以再把這個拿去給他 吸收一下能量喔 然後我給大家看我現在這邊的話呢 我後來有多挖到這個東西藍寶石喔 可是 我目前不知道他能幹嘛 目前一查他能夠做的就是 九顆變成一個藍寶石方塊 沒其他的功能了 而且我只有五顆我只挖到了五顆 因為很少很少 然後鑽石倒是一大堆啦 沒有問題 這鑽石是一大堆了 那當然也有人叫我就是趕快要做個鑽石套裝然後去分析啊 我覺得 還是先不要浪費吧 是的 還是先不要浪費吧 然後 那個什麼青金石我後來是有挖到啦 像在這邊的話給大家看 目前我青金石已經裝了441個在這上面了 然後 他總共的只要450個嘛 我還差九個 但是我還在想 我沒有多的那個青金石啦 我想要做這個東西 其實我只要9436 還有一個凝聚板 欸 凝聚板我有做過沒有 凝聚板 我有沒有做過 我是不是 喔 我好像連凝聚板也沒有做過 所以我還缺好多的青金石 可是青金石我真的挖了太久了 真的找都找不到 鑽石都挖這麼多了 青金石還沒找到多少個 我 我一整個也是很無奈的 為什麼會這樣 鑽石挖了一堆 青金石沒看到 當然青金石都被我合成進去了嘛 然後 我這把劍應該是 有173個是在這裡面 所以青金石其實我也挖了不少啦 只是都被我給弄進來了啦 其實我應該 留一些先把那個裝置先做了再說的 然後上次說這個嘛 這個這個傢伙 呃 泰坦巨鳥 他其實叫什麼泰坦鳥吧 泰坦巨鳥 然後我看他那個照片的網路上面查照片好像還蠻可愛的 我不知道在這邊做出來是怎麼樣 對 剛好有一個空格嘛 剛好有一個空格我們可以再去弄一下 然後 當然我在挖礦的時候又挖到了一大堆的這種化石 然後也做了分析囉 所以等一下可以過去給他看一下 啊 這個似雞龍 這個似雞龍現在也已經長了很大一隻了對不對 而且樣子真的也蠻漂亮的 等一下我的麵包先拿起來吃一下 我的樣子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在孵蛋的 然後我把他推往中間一點啊 如果 如果太靠近邊緣 我怕他如果一出來那個卡到石頭裡面就不好了 喔 出來了出來了 欸 其實真的是還蠻可愛的耶 真的還蠻可愛的喔 欸 坐著坐著坐著 哇 他剛剛想要衝出去 他剛剛是不是好像有展翅 他剛剛好像翅膀有展開來的樣子啊 我把他稍微往這邊推一下 他動的時候翅膀會展開來 然後這個我剛剛叫他坐著了 所以現在叫他站起來一下喔 然後 我們先把這邊先擋起來 這邊先擋一下 然後然後然後怎麼辦 然後叫他可以動起來 然後擋起來 就這樣子 就這樣就行了 真的還蠻可愛的喔 但是要怎麼讓他再動起來呢 他好像不是吃這個的 那他應該是吃肉的 泰坦巨鳥 你是吃肉的對不對 還是你是吃蟲的 鼻孔很大一個喔 我想他在這裡面應該不容易會那個吧 他在這裡面應該不容易會那個那個 應該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剛剛要說什麼 不容易就卡到吧 應該說不容易就會卡到還是什麼 應該沒有關係啊 那就先把他放著吧 然後這一隻我發現他 是不是好像又有變大了一點點 不過我在想 都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喔 他旁邊的劍龍都已經這麼大一隻了喔 然後 他其實也才 變得這麼大 那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他就算再怎麼大也不會太大 他一直用尾巴在揮我啦 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好 我們過去那個 那個地方看一下 就是這裡面的瑪納能量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瑪納能量怎麼樣 然後 在這裡 喔喔喔 還是有些地方是被種成了馬鈴薯 都有一些漏網之餘 有些地方都被種成馬鈴薯 我要先收起來好了 喔這邊都是馬鈴薯 為什麼會突然中了這麼多馬鈴薯在這裡啦 是我一個 我一個忽略他就種了一堆的馬鈴薯下來了嗎 哇這個馬鈴薯 他怎麼就種了這麼多馬鈴薯 然後我把他給放到中間來了 我把這個放到中間來了 不過 好像那個最邊邊的這邊他就收不到 不過沒有關係啊 在這邊的話他也是我在收小麥的 而且還不少 就讓他去收吧 那在這裡的話呢 這三個池子雖然說都很少 可是 因為我在這邊有這個 馬鈴薯板已經 被我給收滿了三個啦 那個真的是岩漿是最好用的 岩漿真的是最好用的 你說其他的都沒有岩漿那麼好用的我覺得 所以我是要過去那邊給大家看一下囉走過去就行了 然後我當然也是有這個風雷劍 然後這個這個鐵桶啊 雖然說水在地獄裡面是放不出來的可是因為有加那個模組啊在地獄那邊有那個血 血水的池子啊 那個是可以撈起來的 然後也一樣可以就撈起來之後然後 拉在岩漿上面倒下去啊 他就會那個岩漿就變成那個黑曜石啊 所以 那個到下面要到那個很下面就是岩漿池那邊弄東西的話就是要先這樣子 倒一灘血水下去 把下面呢先變成那個黑曜石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那個很安全的下去到那邊 那往這邊走 我的麵包不夠 不過我就稍微去一下稍微去一下就要回來 而且應該 我 還要再多那個 就好周圍四周的那個岩漿再弄一下吧 不知道說 他應該已經全部 原本在他周圍的那幾個應該都被他給吸光了吧 OK出來了 我好像聽到不妙的聲音了先準備好果然來了 打回去 射死他 OK 他是不是死掉那一瞬間他的那個 他發出來那個火焰火焰彈也會消失的 太好了 他有火藥也有這個眼淚 哎呦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我表現掉下來了 這邊怎麼會有一攤呢 就是這個東西喔這個東西是可以撈起來的 我就撈一攤起來吧 然後我要先設法上去了 這個打掉一下 然後 我得想一下 我那個是在哪裡 應該是在那邊吧 應該是放在那邊 這個鮮肉方塊真的蠻討厭的 會讓你走路速度變得很慢 喔好像是在這邊的嗎 看一下 像是又好像不是 喔是啦是啦是啦 所以從 這一邊跳下去 請看 那邊就是我目前安置好的一個東西在那邊 然後我們下來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天啊 嗚 這有巧妙的回擊 死吧你 沒事到他嗎 死吧 喔 他距離太遠了 果然沒有錯 一樣會消失的 所以這邊呢 我有一攤是放在這邊了 有一攤血水就這樣放下去 然後 他就一直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這邊 全部都變黑鑰匙 然後我一樣喔就是這邊這旁邊這四格要放岩漿給他的嗎然後 他現在那個冷卻都已經好了 所以這個 這個要往很高的地方放喔他才會有那種攤開來的效果不然 只放在這邊的話他就不比較不會有那種散開的效果就像這樣他會往有那個 就是有實體方塊的地方流啦他就不會往岩漿下面流了 所以 要往高一點的地方這樣放他才會整個攤開來 然後才會把他給變成 好險 好險 那我想我這邊還是就先保持這樣子吧 那我要撈一些岩漿 這附近的岩漿會有撈的蠻多的 因為這個好像是四層深的 他有四層那麼深所以在這附近撈一撈的話 真的還蠻多的這裡的岩漿就光是這邊就好因為他是四層那麼深 所以在這邊我就繼續 其實還不太多不過沒有關係 還不太多我們先收一下 吸收一下 吸收一下之後也會有很多的沒有問題 那就繼續讓這一個東西擺在這邊區塊載入器喔顯示一下雷射 所以這邊這幾個區塊裡面東西都會繼續的在動作當中OK沒問題 隱藏一下走 那要走的話其實只要這邊游上去啊稍微跑一下可以回去了我覺得 我還是TP一下比較快 走 喔怎麼回來說就晚上 晚上也好晚上順便打打怪然後 我們還可以再多吸收一些經驗值嗎 然後也可以把我的經驗值直接轉換成麻納了 我覺得也不太需要什麼附魔啦就這個降魂模組啊 降魂模組裡面的東西其實 他一點好處就是你只要 欸你只要有有有有有正確的東西啊 你就可以讓他變得很強 也不用說附魔什麼的 太好又是珍珠也是一次掉兩顆 喔因為我有 有掠奪效果 1了有掠奪1的效果就只有這麼好啦 我真希望看到他掠奪3了之後是什麼狀況 不過還得繼續再挖青金石就是了 青金石太難挖了太難挖了 我看網路上面說那個 青金石最 最密集的範高度是在13層到16層啊 不過我就是在那邊挖的 就也是很難挖到其實沒有那麼好挖到就是 然後就是這個十字弓啊 這個十字弓的目前就有的時候可以一擊就把那弓箭手給弄死了可是有的時候又不行 喔太好了現在好容易掉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喔那這個的話弓箭手前面應該還會有的喔那邊還有那個 就是你啊 為什麼要打他呢因為那個 珍珠還是有必要的 變成就是那個瑪納珍珠嗎 那個瑪納珍珠他是叫瑪納珍珠嗎 好像是瑪納珍珠也是很必要的 不然有些東西他就是瑪納珍珠不然就是要瑪納鑽石來替替代嗎 那我不想要消耗鑽石的話就是用瑪納珍珠了 前面還有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十字弓了先吃吃飽 我在那邊 瑪納可以射了 中而一發就死了有的時候可以一發啦有的時候又不能一發 所以說那打這個也還是沒有辦法一發因為僵屍的防禦力本來就會比較高一點的樣子 剛才沒有個小僵屍對不對 他那邊 沒中 你小僵屍都沒有辦法一發解決了小僵屍的強度跟這個一般僵屍似乎是一模一樣 等一下有頭顱 還有嗎 那蜘蛛當然也沒問題所以 我就在想這個應該要再加強一次了可是因為他已經沒有得加強了不過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繼續再給他加強 像那個打那個凋零就是其中一個 打凋零會掉那個 那個叫什麼 地獄之星或者叫什麼 地獄之星或者有另外一個名字 反正就是兩個名字然後就是那個東西啊 打那個凋零的話他會掉的那一個 然後 用那個的話也可以增 好像用那個也可以增加一個那個強化次數 喔 哇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三發神準無比啊 因為這十字弓實在太好用了啦 神準無比然後是這個就就剛好差那麼一滴血 但是可以上前然後揍他一下就行了 可是就差那麼一點血而且他覺得還是有點不太 不太舒服啊那個心理上 為什麼這個晚上突然之間出了這麼多的那個 終界使者呢 之前想要他出的時候不肯出現在又拼命的出 他掉了一個頭顱了 頭顱必須要丟掉 哇這真的這一次怎麼刷了這麼多怪啊這一次 最重要是這個傢伙 之前拼命想要打他的時候他都不肯出來現在他一直在出來 哇 那個傢伙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突然之間又出現了 好多怪好多怪啊 不要再射了哇你從背後背後射箭的 等一下我我我應該有看不太清楚了 我看不太清楚了我可能會死掉死在這裡 喔現在開始出現幻覺了 現在開始出現幻覺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我有沒有變成一個 喔我看我自己變成一個苦力怕了 這就是已經發神經了 我看我自己已經變成苦力怕了 有的時候會是一個史萊姆 我現在又終於恢復了一點神智了這樣子 然後 食物是已經沒得吃了吧 食物沒得吃了這邊的東西胡蘿蔔拿起來吃一下 直接會 佔一些空間的把吃掉算 我看是不是莫名其妙好像有在掉血 好像是 不過我現在正在回血當中 這個會頭暈真的是很討厭 再拿一些這個胡蘿蔔出來我再可以來吃一下 上面應該還有那個蜘蛛了吧 我的天 終於讓大家看到了那個會出現幻覺這些都是幻覺啊那個也是幻覺吧 不對 好像不是幻覺剛剛那個 我也不知道剛剛那到底是不是幻覺因為應該還有一個那個我沒有打死掉的啊哇 哈囉蜘蛛哈囉 我現在是已經變回來了不再是苦力化了可是 可是我的這個神智還是有點不太清楚啊 神智不清的我再去睡一覺好了 睡一覺也許會比較好一點 突然之間我覺得我好可愛 在睡一覺 應該會再補充一些吧 沒有耶 他不再給我補充了 太過分了 而且這個應該會浪費一天吧 沒有耶 他沒有浪費那一天 好吧所以我現在身上呢有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我需要的是這個可以再拿去分析一下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暴龍是已經又出來了 100%的暴龍當然是已經有出來了 而且 而且還多了很多其他的我看一下喔 先把他丟進去分析一下這些 這 14個 在這裡喔 這下面這一排 全部都是100% 這邊全是100% 這邊也是100%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還需要再做合成的喔 那 三角龍也是有回來的 三角龍有三隻100%的 暴龍有兩隻100%喔 暴龍這邊有兩隻 牛龍這個 當然原本就有一大堆啦 所以牛龍這邊 有放了三隻在這裡 不太想管他 這個是 劍龍 哎呀 那這一個的話是不是也是複劫龍嗎 我之前是不是弄過 他的名字應該是複劫龍沒錯啊 然後當然某馬像也有了嗎 那四肌龍也還有一隻喔 所以四肌龍可以 我想應該可以讓他變成說 再讓他多一個夥伴在那裡面應該可以的 然後 哎這個是誰啊 我們又忘了 這是誰我曾經叫 叫出他來過嗎 沒關係把他帶在身上嗎 然後暴龍一定要的嗎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三角龍嗎 三角龍要讓他回來了 所以我們需要 就讓這幾個 重新的回來這樣子 那這裡面 我覺得他的能量應該 搞不好夠再做一個了 我的天 所以我再來看看我抓一個 三個水桶 好啦 終於是把暴龍的蛋 再一次弄回來了 我們終於又有了暴龍的蛋了 再來就是這個三角龍還有 這一隻 我真的忘了他的名字 等一下 這一隻龍 是不是會很大一隻 不然營養都這麼充足了 他卻還沒有辦法製作 像我剛剛製作的四肌龍或者是三角龍 都不需要這麼多的能量的啊 這一隻為什麼就需要這麼多的能量呢 我可以開始製作了 這一隻是不是特別大隻啊 好了 終於也是把他的蛋給弄出來了 所以他的 也許他剛剛最 缺的就是下面的東西啊 這都是一些 生物能量的部分 這是維他命啊 然後是minor 是一些礦物質 維他命礦物質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這個 上次查過 好像是類似什麼 脂肪之類的東西吧 有點忘記了 不太清楚 可以再去查一下 這兩個我是知道 一跟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但 現在的話我剛剛拿那四顆蛋都已經出來啊一個是暴龍一個是四肌龍一個是三角龍一個不知道什麼龍 我等一下可以先把他放出來因為他要的能量居然會這麼的多 好神奇啊 你不知道消耗我多少個 多少個小麥去了我覺得我的小麥 我可以做 我覺得我只要先做五個麵包起來就行了就這樣子放著就行了好 然後我先吃一片不對我需要 我需要再做一片 OK很好 然後我就把多餘的先放回去吧 然後我們到那邊去了那 之前當然是因為挖礦的關係啊然後有一大堆的石頭嗎所以可以繼續來擴建那邊 那也許有人會有疑問說 呃我為什麼會這麼需要青金石呢 呃給大家說明一下我為什麼這麼需要青金石的話呢就是 就大家覺得說我不是只要一個泰拉鄰居板 我需要這個東西然後我就用一個泰拉鋼錠 但 這法就是要獲得多一點頭顱然後要要打凋零 所以 我也會需要一些掠奪 加上來的喔所以我會需要很多很多的那個青金石就是這個樣子 好 好解釋完屁 喂種子太好了 有沒有地方要 要種還是都被他補種回去了 都被他補種回去了 其實他還蠻勤勞的嗎那一個 之前我這邊是打掉那些馬鈴薯嗎然後沒有沒有沒有把他補上嗎 但他都會自動的補種回去 只要不要再有馬鈴薯出現的話他應該就不會再亂種 應該沒有馬鈴薯 有馬鈴薯在這邊到時候有一些地方會出現馬鈴薯 可能是因為我之前有亂種的關係吧 晚上到了 先去睡一個覺好了我會不會累我不會累我沒辦法睡覺 沒關係 試著躺一下看看好了 也許能躺也許不能躺 不能躺的話我就蓋房子不能躺好蓋房子去 喔大家看到有沒有這個這一發射下去 但他沒有死 就掉了他最後的一點血這最麻煩 有的時候 剛怎麼會發出一個奇怪的叫聲 是我裡面恐龍的叫聲嗎 還是還是我恐龍我恐龍出事了嗎不會吧 這怪我應該沒事不會打恐龍的才對啊 所以我想我在想要怎麼來增加那個空間呢 其實啊玩這個模組我個人覺得最大的麻煩點 就是我不能隨地亂插火把 為什麼呢 因為火把只要一插下去 我人如果在火把旁邊走的話 體溫就很容易就會上升 玩這個模組玩到後來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看我這邊應該都慘了差不多了 我再就可以 稍微的用那個擴增一下 石頭來擴增一下旁邊 我下去拿一下就行了 反正石頭有很多 哇我已經忙到了一 忙到了早上現在才有一點點疲勞 我已經不知道打了多少怪了剛剛地上還被那個苦力怕炸了一下 莫名其妙 苦力怕又出現了把我炸了一下 害我又要再填一下 有些玻璃啊被他炸掉了我現在是覺得說 玻璃啊還蠻那個 還蠻珍貴的 這邊是要隔多少隔 那這邊應該是要放一盞燈在這裡的 應該是的 所以這邊要放一盞燈像這樣 那這邊應該也放一盞燈給他吧 像這樣好放三盞燈在這邊吧 那這邊天花板還得再點一下然後之後呢 我還得再下去喔然後拿那個 拿那個銀石燈過來 話說我的銀石燈都去哪裡了 我怎麼就剩下28 28個銀石粉是怎麼回事 我的 我的銀石燈去哪裡啊 我的銀石燈是往哪邊放了嗎 忘了拿出來了嗎 還是說我的銀石燈已經被我自己給用光光了 好像是被我用光光了 不是吧 好像真的是 我找來找去到處都找不到銀石燈 我剩下最後的這7個 我在地獄去一趟好了 那 那我身上了目前有12344顆蛋好了好了 這一集的話時間只能先在這裡先結束了 然後 我想我身上有4顆蛋的話我還得再往外再延伸啦 再往外再延伸再蓋 兩個房間出來然後這4顆蛋才可以都放出來 然後 我不過有一個是那個 還是得蓋4個房間出來有一個雖然是那個 可以一起生活的 好啦那我還是地獄有多挖一些銀光石啊 當然因為有了這個瑪玉靈稿所以到時候要挖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集在這裡先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把這些恐龍放出來吧 大家拜拜